《Badass & BGP Hijack Research》 《Badass & BGP Hijack Research》 這場議程是由中國大陸的高春輝跟郭宇帶來的 《Badass & BGP Hijack Research》 這場的內容是說 BGP是我們全球骨幹網路的背後的一個協定 他們就是有在觀察網路上面的一些 IP或是AS number被劫持的案例 好, the next session is going to begin and it's Badass & BGP Hijack Research brought by Gao Chunhui and Guo Yu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BGP is the protocol behind the Internet's backbone and they will present many case studies on IPs or AS numbers getting hijacked 那我們用掌聲來歡迎他們 好,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帶來的這個話題是叫Badass & BGP 這個是我們內部給他取的一個 nickname 也是我們的一個 feed 我們會有這個 nickname來說 然後那像剛才葉少的講到 就是說我們主要是講BGP Hijack的一個 research OK 那先講一下IPIP吧 我其實看了一下我們今天的 agenda 我們IPIP應該是唯一的一家非資安公司 因為講白了我們其實是在做這種IP intelligence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更多是在infrastructure 研究IP的database 包括geolocation mapping的關係 包括這個BGP ASN的routing table 每天的變化 以及說一些ASN的upstream downstream 這個是我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那我們主要的產品其實也是 跟這個會相關 我們也認為自己有最好的 最準確的geolocation database OK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行業裡的話呢 其實大家肯定沒有聽過我們 但是歡迎到我們網站上用 我們有一個free的IP query的一個頁面 大家可以去查 同時我們也在那個頁面上提供了 跟一些友商的一些對比 那我們其實對台灣的整個的數據 做得非常精細的研究 那比如說你會看到很多的城市 在一些比如說美商的話你會看不到 因為大家好像對於整個全球來講 大家講你台灣 可能就是台北 新竹 花蓮 台中 台南 那剩下一些小城市好像就沒有人 再去看的樣子 那我們其實對整個的地理位置 會做得比較細一些 那在大陸的話呢 那我們基本上在這個領域呢 我們是一個垂直的領先者 基本上絕大多數的互聯網公司 都是在用我們的數據來去做 比如說做一些用戶的分析 比如說你要知道說OK 我不管是不是資安 還是說我是網路的一些應用 我要知道說OK 我的用戶可能是從台南來的 還是在台北 還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比例 那怎麼樣做到精準 而不是說OK 那我看一下who is的信息說 他當時註冊的時候 比如說當時台北肯定是最發達 那註冊可能都註冊在台北 那但是隨著各個城市的發展 那肯定在台中 台南 高雄 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網路在發生 這樣子的話都會有很多的變化 那我們會幾乎real time的去tracking這個變化 然後來確保我們的數據是很準確的 那我們的數據也被廣泛的用於在資安的方面 我們也有一些客戶是做資安的 比如說在做edost mitigation 有人做edn 還有做ti的 還有做anti-fraud 比如說在做anti-fraud的話 為什麼會用到IP IP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比如說IP其實在我們看來 其實大概每天有10%到20%的IP 它的位置都是在變化的 沒有大家想像中說好像這個IP 今天在台北 可能半個月以後 它一定還是在台北 其實並不是的 特別是像一些4G 5G的一些這種 roaming 包括說你的一些這種 Wi-Fi的這種proxy的一些變化 那其實IP的變化的頻率 比我們想像中要頻繁很多 OK 然後IP的話其實像在做廣告領域也是非常的常見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BGP Hijack的歷史 BGP Hijack現在其實是一個 由於它最初的protocol 設計的缺陷導致的 任何的ISP 任何的provider 你只要是有你自己的路由器 你有router 你有自己的s number 你可以在router上去配置 那些BGP的命令 你其實都可以去hijack 這是一個可能在新聞讓大家覺得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就是兩個命令行的問題 OK 那所以由於它原來這個協議的缺陷呢 那其實現在整個industry 在找了很多的方式去fix 那大家會去看 其實現在像rpki 其實這種協議 大家講的會非常的多 希望能夠twist到說這個prefix 它的origin的asn到底是哪一個 才會允許它去broadcast這段prefix 對 那還有一些辦法就是說 比如說像一些這種maris 和IRR的這種etherbase 但是它都是治標不治本 OK 所以大家會看到其實近些年來 或者隨著整個internet的發展 這種hijacking是一直在有的 並且hijacking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偽裝成說 OK 你現在在訪問中華電信的一個網站 對不對 那你在台灣 但是呢 比如說在亞洲的另外一個位置 這個router它也去 去吸引了你的流量 沒有去到台北的中華電信 而是出到了另外一個位置 那你想想 就像這個黑康講的 有個black sheep ship wall right 它就等於是hijack了你的流量 去到它那邊 那所有的流量都會被它來分析 OK 那從歷史上呢 我們看到其實是有兩類 hijacking是非常常見 而且在新聞上報道也很多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講的是 我們發現的這個 AKA bad essence 是第三種 我們認為說其實這個在 整個的research 包括新聞上 都沒有被很長期的披露 那我們其實也是跟國內外的同行 一起在做研究 那我們都發現了這樣的一些類似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在hecon呢 把它給報告出來 OK 那像 那 比較常見的兩種呢 比如說我們這 它有一些human error 或者human typo 像08年 Pakistan Telecom hijack了youtube 大家想一想 這個其實是蠻可怕的 right youtube大概 我估計在座如果 有上internet的話 應該80%都有用過 或者看過 因為廣告啊 video啊 基本上都是在那個上面 Market share也很大 那如果想想 如果在那一天 不管幾個小時 可能全世界的流量 靠近的 都會被吸引到Bakistan 那它其實做什麼東西都可以 當然最後的報告的結果是說 我配置錯誤了 right 那其實簡單來說 任何一家telecom 在非常簡單的情況下 它其實都可以犯這種錯誤 right ok 然後第二個就是去年其實非常火的 我們叫crypto的hijacking 它是Amazon Amazon的DNS Rod53 那大概被hijack了大概三個小時 那這一家這個wallet 就是我們知道在加密貨幣 crypto這幾年炒得非常非常瘋狂 我們說它比這個 炒股票還要厲害 right 那大概是應該損失了幾千個 它的這種貨幣 right 那第三種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發現的 就是 是一個長期的隱藏的 有點像apt的 這種隱藏 就是說 它其實在 它其實做一個isp 或者做一個asn 它去hijacking的時候 它去announce的這個prefix 有的時候會混雜一些不正常的prefix 那這個不正常的prefix 有的時候是惡意的prefix 有的時候是它盜用的其他公司 沒有再使用的prefix 因為前幾個例子大家會看到說 我想hijack都是已經存在的 existing的prefix youtube 或者是說這種crypto的wallet 那它去hijack的話 它可以賺錢 或者是說做一些別的事情 偷到這種password right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看到說他們其實會用這種 長期隱藏的hijacking的方式 去盜用其他人的ip跟asn 做一些別的malicious的問題 那我們是怎麼會發現到這個bassn呢 因為剛才講了 我們其實不是資安公司 那我們的這個vision是說 我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ip intelligence 或者是說 我們要把 最起碼你要做的 在這個問題上 要把ip和location的這個 關係和mapping 要做準確 right 那我們就發現會有很多衝突 因為我們做的辦法是說 我們要去 真的是 機器化和人工化的 去學習每一家isp的網絡設計 比如說 你是不是先有backbone 然後再有底下的成語網 再有idc data center 有家裡的這種broadband 有手機 有wifi OK 那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按照我們的研究方式 有一些prefix 好像不應該在這個位置 我們會找我們團隊內部說 好像你這個東西做錯了 OK 他就回去看 好像我沒做錯 我們就會發現說 原來其實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其實就跟isp本身 跟這些prefix的owner本身 去做一些聯繫 就發現其實有些情況下 他們都不知道 他的prefix 跟SN可能被利用了 做一些壞事 他自己也不知道 有的時候他自己的這種資產 被一些比如說 spam的這種blacklist 放進blacklist了 他其實不知道是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一些spam的垃圾網關 對吧 我們一些hardware 有的時候是拿一些feed的 但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沒有做壞事 我查了也沒有做壞事 我查了也沒有做壞事 但是我就被放進去了 因為別人是偷了你的digital asset OK 那Paul後面會逐步給大家去講一下說 我們是怎麼發現的 以及一些real的case study OK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工作裏邊其實跟 怎麼說跟基礎設施非常密切相關 因為可能大家有時候可能不太了解說這個IP庫 我們一般就管的叫IP database 裏邊最重要的這個用途是什麼 其實剛才我的同事已經講過了 這個因為比如像有這個用戶的畫像 對吧 那麼地理位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 那包括你要去做一些這種廣告投放 對吧 包括這種地理圍欄 比如說你們有可能會在YouTube 或者在一些視頻網上 他會給你一個提示 比如他說因為版權問題 我們不能給台灣地區之外的人去觀看這個內容 像在大部分的時候 應該都基於在IP的地理位置去做的這個空子 那麼我們要做這個東西其實可能並不像大家那樣 所以我們去找运用商去合作 其實我們做的很大事實際上是針對运用商的網絡基礎設施的一個 逆向工程 就是我在跟他們盡量沒有聯繫的時候 我也能夠把這個數據做好 提供給我的客戶去用 這樣才能做到我的一個最大化的第三方的一個能力 那麼裏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據 就是這個ASN的公告的情況 就是所謂的全球的route table的這個數據 因為我們認為說 你一個运用商在一個互聯網上一定是有AS的公告的 否則這個IP是不能用的 對吧 那麼你要想到 只要這個运用商有所謂的這個地理位置的這個限制 比如說中華電信 阿里說它大量的這個IP可能都是在台灣 對吧 可能會有少量在它的國外的pop點裡邊 那我們能不能通過這個方案去找到 盡量跟AS和這個运用商相關的這些IP的這些情況 而不是只是拿著灰子裡邊寫的國家 因為比如說中華電信 他們現在有一段裡邊寫的是美國 但其實那段裡邊有一部分其實也用在台灣島裡邊 對吧 那我們可能能通過這個方面就能知道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發現說 在剛才郭宇說了 說因為运用商本身的這個條件 它會這麼用這麼用 可能說有三個四個方法 但最後發現我們有第五個情況出現的情況是什麼呢 第一 它裡邊公告的這個IP段跟它自己的業務非常的奇怪 就是牽扯特別遠 就是你可以想想說 中國大陸的IP拿到台灣用 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一個拉美地區的IP拿到台灣用 你們覺得是不是會很奇怪 第二個 這個IP變化非常快 今天公告明天撤銷 後天又公告個新的段 到了那天又撤銷了 你想想如果IP是一個這麼頻繁公告的地方 它怎麼可能是一個 就是它會是什麼樣的業務 會是這麼樣的一個頻繁的公告 在撤銷的一個動力 對吧 我們其實認為說 大量都是以穩定為主的 對吧 就是我這個放在這裡 我之前用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一年 然後我才可能因為有些業務的變動 才會去把它撤銷 但是 有一類的AIS的裡邊的IP就是非常非常頻繁 甚至每天都有新的公告 有新的撤銷 就是我們聽到 在看我們那些AIS的變化情況 這個IP段 就這個AIS會特別容易地出現在 我們每天的變化裡面 所以我們當時就在想說這個東西在幹嘛 因為嚴格上講 我們沒有所謂的這個用戶數據 就我不知道在這個IP段 它實際上承載了哪些服務 哪些應用哪些的流量 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只是說覺得非常奇怪 但是 在 我們後邊講那個 就是一個case裡邊就發現說 其實 我們的那個 叫什麼 我們的那個 在裡邊看到的例子 其實就是我們能觀察這個情況 把這兩個一結合 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 知道這個情況是什麼樣子 然後呢 在很大情況 並不是說它只會偷你的IP 對吧 實際上很多的AIS本身也是盜用的 就是這個AIS也許是一個美國公司 但是會被拿到 歐洲 拿到其他地方去用 然後你的上和關係又對不上 我們覺得這種情況也很大情況 都是有問題的 對吧 我們不能說它一定有問題 但是99%是有問題的 另外還有一類是 那是什麼呢 是說 一個正常的AIS裡邊 它有正常的業務 但是有一些IP 可能看的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如果裡邊都是有問題的 是很容易被看得出來的 對吧 但是如果你在一個很 一個有正常業務的 有正常IP的一個公告的裡邊 去混雜一些有問題的 的時候 你可能你就不一定能分得出來 這個可能我後面會給大家 會給大家去講 對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能夠 呃 發現的說這種去 去 去怎麼說叫 叫 叫偷 在我們看其實就是偷 對吧 那這種偷的情況 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覺得 現在能看到的情況 大概就這麼幾類 第一個大類其實就是 垃圾U件 就如果你們發現說 你們的U箱裡總會有一些 垃圾U件 那這個垃圾U件 如果你們是尋根溯源的話 可能發現這個 比如說一般來的 都會標這個發送端的IP 對吧 那你可以去找這個端的IP 是不是可能有我們說的這一種 因為在我們能夠知道的 這個實際情況裡面 確實就有這種發送的 因為 只要是但凡有所謂的 對IP的訪問頻率有限制的 這個規則的這種事情裡面 IP其實扮演的一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IP本身只要你有互動的這種前提下 你的這個東西就是一個稀缺資源 對吧 比如說我說我的網站 一個IP只 一天只能訪問一次 那我想訪問你1000是怎麼辦 那我要有1000個IP 對吧 那IP如果我要是去申請 大家可能有 有可能會知道現在你去申請 或者去買 其實這個價格非常貴 那麼偷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 因為沒有成本 對吧 那這個裡面其實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 像可能比如說 像這個代理服務 對吧 就是說我可能說我想做個匿名的 人去訪問別人的網站 無論我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什麼樣的匿名的訪問最好呢 就是這個IP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可以天天去變的 那包括下面要說的像爬虫 對吧 這種說做這種網站的這種採集啊 各種方面其實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就是要突破你的規則 對吧 我說我對IP有限的 那我應對的方案就是我有大量的IP 我有1萬 有2萬 有3萬 有10萬 有100萬 那對於大家來說這種情況你是防不勝防的 因為你不能在這個上面再加更多的規則了 而且一個IP可能一天只會訪問你幾次 因為它有足夠多的IP去幹這個事 那實際上這種情況下 那麼大量的就基於這個IP做訪問限制的 這種規則都會失效 那你必須要從源頭上 比如說我說這個AS就是有問題 我把這個AS所有的這個IP 能夠在它公告的時候 我就能把它鎖定 能夠把它拉到黑名單裡 這對我才是一種保護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別的濫用 我們雖然現在可能沒看到 但我覺得可能講的前三種 可能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些事 因為這個東西大家能想的 比較明白這個對它有什麼用處 對吧 因為黑產其實很多時候 這種經驗也會互相流傳 但是我們可能知道 裡面最大的喊是發拉丘件 因為拉丘件 好像去年還在美國 還怕了一個比較大的 做發拉丘件的一個商人吧 對吧 我記得是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 在那個A道的上面 就是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看到的兩個 那個郵件 那個作者應該簡稱叫RFG 他就是在裡面寫了 大概 因為那個人主要可能 現在的經歷是在研究 垃圾郵件的源頭 最後他就發現說 他就發現說有兩個AS 是幹了很多的 發垃圾郵件的事 但是裡面 它有個地方可能沒有想明白 然後我們當時正好 在看那個 郵件列表的時候 就能看得到 我說這個正好跟我們 當時想去找到一些 數據來源的這個事 能夠對得上 就是他發現了一邊 我們發現了那一邊 但是大家都缺另一邊 對上了之後 就發現這個 全貌就非常容易去對 它那個郵件很長 所以我就不給大家去看了 這裡邊其實簡單的說 就是垃圾郵件 現在有硬件 有遠件 有很多 包括會有一些 怎麼說 算是一個行業協作的一個方案 就是為了要防止 能夠讓我們的這些用戶 能夠少收到各種各樣的 這種郵件的騷擾 對吧 因為你像我們那時候 可能有的時候 一天可能收到很多 但是 那個 因為大家都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說 這個叫 供 是容易的 防是難的 但這個裡面 就會有這個問題 就比如說 我就是在 用我們說的 BiteASN的這個方案 去攻擊 去發垃圾郵件 你又怎麼去防 那實際上這個裡面 那個RVG 他當時是想了一半 他沒想到後面 我們是知道後面 不知道前面 那我們最後把這些 兩個事情 就跟他聯 跟他聯繫 能夠把這些給他對上 那麼 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 就是一個截圖 他當時就說這個 AS366 他說這裡面 可能就是 揭持了很多的IP 然後幹了一堆壞事 可能主要以 拉法拉的郵件為主 而且其中的地方 是在歐洲 因為歐洲呢 大概有58個國家 很多國家的這種ISP 可能其實國裡沒有那麼嚴 對吧 那可能他們就說 你要麼給我錢 我跟你同流合污 要麼就是對於這種 公告的IP的這種 這種叫什麼 審查 並不是很嚴格 你給我發個郵件 我看一眼 我就可以替你公告 其實並不會很嚴 那麼 我們其實在後面 就今年其實就發現 有人偽造了LOA 就所謂的這個 IP的所謂的這個授權 然後把這IP拿來去做公告 然後我們看到 就看到了 找到了一個朋友去問 他就找到那個 那個預言商 跟那個預言商說 你得撤掉 因為這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那這種情況 其實也是非常常見的 但是說到底說這個 3266 可能對於 IP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有意思 它也花了大量的時間 如果你仔細看這個郵件的話 是寫得挺長的 那麼在裏邊 他提了一些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 預言商 我們當然說沒有什麼證據 就是確實我們覺得 要麼就是 你審他不言 要麼就是你通了何物 尤其是很多的小的預言商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顧忌 對他那來說 反正我倒是真出了事 我也可以甩鍋 對吧 其實他們就沒有什麼顧忌 那麼 這個 這個郵件的下邊 還提了一個叫197426 其實都是這個 這個 那這個如果在我們那個系統裡邊 去看這個 AS的上海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197426的下游裡有4266 對吧 雖然上面有COGAN 有那個 有這個GTT 有 還有一個 一個葡萄牙的一個 預言商 但下游裡邊有 4266 有一個4229 還有200775 其實我們當時就跟那個 RFG說我說可能 在我們看來 下游這三個 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有時候你 你不光要看IP 本身的公告情況 還要關心它上海遊的這個 這個情況 另外呢 我還要在裡邊講一下 比如那29003 後面我們標了一個 一個葡萄牙 實際上我們是給每一個 AS做了一個地理圍欄 就是我們認為說 運營商理論上講 都會有些地域的限 除了那種Tile One的 這種特別大的 可能全球每個國家 都會有的這個運營商以外 大部分的運營商 都是這種區域 或者是本地的 對吧 可能比如像中華電信 或者是它的一些 你們常見的這些運營商 其實它們主要的 地理位置都是在台灣 那麼中國可能像中華 像中國電信 中國聯通 中國移動 其實大量的IP都在中國大陸 對吧 那我們其實要做的一個事 就是要給每個 AS做一個地理圍欄 這樣的話 它在發生變化的時候 我們能第一時間看到 並且知道說這個情況 是不是這麼回事 這樣也是我們 要把數據做準的 一個必然的 一個要做的事 那麼 在這個裡邊 你就會發現說 下邊有1266 這是一個德國的AS 4229 是一個葡萄牙的 200775 是一個美國的 為什麼它會湊在一起 對吧 因為有的時候 你要能夠理解說 這些AS本身 其實都是每個公司 去申請的 那為什麼有一個 美國的公司 會跑到歐洲去做這個理由 不是沒有 但是我相信 這一定是有的理由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下邊是個比較亂的 對吧 這上個公司 毫無關係 又毫無 怎麼說 你在網上可能會 比如說AS裡邊 可能會有一個 比如有個郵件地址 對吧 可能是有一個官網的 郵件地址 你會去說 你會發現這個三個 要麼沒有 要麼已經對不上了 或者說它就說 我是一個美國公司 它也沒有說 它在歐洲有業務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很奇怪的一個組合 對吧 那麼這個呢 就是3266 我們在裡邊 大概給 可能 因為它裡邊 會公告很多 這應該是6月份的圖 雖然在去年 被處理過一回之後 可能又有點死亡 就是還是 能找到所謂 能願意幫它 去做這事的 預營商 去幫它做公告 但是呢 你會發現它裡邊 有兩個IP段 一個是前面的 212 68.172 那四個C 下邊還有一個 213 59.12的這八個C 你會發現裡邊 其實都被別的 AS也同樣在公告 對吧 這種在我們看來 是說也是就像 YouTube那時候 被劫的情況是一樣的 就是 我的業務 有用戶 來去跟我說 有問題 對吧 因為你想你這個IP段 一定是在用的時候 那你肯定會去 有用戶說 你看 因為你的流量被劫持了 你的很大的情況 也不是為了去 複製同樣的流量 做同樣的事 所以很多人 你會發現有問題 那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說 我看了情況我怎麼辦 我要嘛就是我同樣去 以更優先級的方案 像比如下面的拔個C 你會發現它在 把每個C 都按R4的一個前座去做了公告 這樣的話在路由裡邊 會是一個優先級比較高的一個 一個路由 那樣它拔個C就沒有起作用 它一個是方便這樣去做 第二方面可能會去找這個 AS 或者AS上游去投訴 要求它把這個公告去掉 對吧 那麼這個裡邊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如果大家如果在外邊 如果用一些這種VPS的話 第二個 我們標了洛杉磯的那個 就是這個域名 大家如果去訪問到 就發現它是一個做VPS的一個主機商 就是它做了一些雲服務 對吧 你可以在上面升級一個虛擬主機 對吧 可以去用 那實際上它這個裡邊 就是非常的會關注它的流量 是不是被戒持了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 它是先被戒持 後去用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流量是有問題的 對吧 那這個情況都是 在我們看來都是一個特別特別 符合現有的這種現實情況的一個事 只是我們有時候可能是 可能會有點後知後覺 但是基本上就是兩種場景 會有這個問題 會導致這個結果 那麼包括烏克蘭的那個情況一樣 你說一個在一個德國的這裡面 會有烏克蘭的一個IP去公告 然後還有同樣的這個 208894的一個AS也在公告 那你覺得這種情況會是什麼樣的 在其實在裡邊會有 但是這種情況我們覺得 它不會像現在這樣會這麼頻繁 這麼密集的去做公告跟撤銷 這個是一個非常反常的一個行為 然後還有些例子是 剛才講的Castard裡邊有三封有兩封郵件 還有一個第二封那個NNNOG 是我們當時給那個RFG做了返回之後 它在裡邊有補充的 就是我們通過197426和3260 能找到下游所有的跟那個相關的 理事上講都是拿來發那些郵件的 那麼這個裡面會有 你像這個205869 7827 19529 11717 10800 因為發現裡邊有很多的是 有烏克蘭的公司的 有美國公司的 而且這些業務在我們看來 你都找不到合理性 我們看來它其實是連這個AS都是偷的 並不是它自己的 可能只有那個3266 是他們自己公司申請的 剩下其實都不是它自己的 那這個在我們看來也是一個非常 能夠通過上游的關係 能夠發現你這裡邊的一個鏈條 如果你只是基於你的流量去做分析 去找的話 那這個肯定是找不全 那我們覺得基於這個上游的關係 是比較容易的能知道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說 他們可能也 他們也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我不想把基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我可能會用一些更隱蔽的方案去把這個 分在不同的這個地方 讓你看起來是毫無關聯 這樣它才能說 你就算找到一個366 我還有七八個 你看不到的 但實際上在通過上游的關係裡邊 是非常容易能看到這個關係的 所以在RPC在第二封優件裡邊 就是基本上把這些AS都列在裡邊 說這些可能都是有問題的 那可以讓大家去 就是比如說有人能夠 有這些用戶的流量 有這些用戶的訪問行為 可以基於這些數據去驗證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那比如說舉個例子說 這個是一個美國的一個 PHL應該在裡邊代表的 費城的一個公司 但你會發現它裡邊其實是 上游都是7827 7827其實上邊的這個上游是哪個呢 是這個205869 205869又是一個烏克蘭的公司 然後烏克蘭的公司的下游 有個美國公司 美國公司下邊還有個美國公司 那這個流量穿透到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說 其實跟美國就一點關於都沒有 因為流量就不在美國 都在歐洲 那裡邊跟205867 除了有個7827還有11717 也是美國的 然後下邊又套了一個10800 這些在我們看了 如果你的上游的上游有問題 你的下游和下游的下游都是有問題的 甚至可能會有更複雜的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因為它就是為了說 你看起來 如果你只看上游 你就看不出有問題 因為美國的公司上面是個美國公司 對吧 大家會覺得有問題嗎 但如果美國公司上邊的 美國公司還有一個烏克蘭的公司 那這個問題就 就能暴露出來 對吧 所以這個裡邊我們也 當然是給RPG 他也很認同我們這個推斷 然後這是一個例子 雖然這個沒有經過驗證 但是我覺得可以講一講 這就是一個台灣 至少有台灣公司在的 應該叫東風吧 對吧 那麼這個裡邊你會發現說 在133741這個段裡邊 有一堆的我們認為是應該是廣東 就是中國電信廣東風公司的IP段 嚴格上講 對於一個运营商來說 他一般來說 不太會把自己的IP 拿到別的运营商的裡邊去做公告 因為他如果能有 他有能力 他一定能自己公告 他不會去 一般來說不會做轉租的事 對吧 其實大家能看到很多都是轉租 因為他就說 我就為了租一個生 一年能掙幾百美元 我也願意去租 但大公司其實不會再過這錢 甚至我們也側面問過 中國電信的人 他們也說 如果是這個業務是他自己能做的 他就一定是自己公告 那可能從我們講上講說 中國電信大概在全球 也可能有十幾個AIS 甚至可能有幾十個 而絕不會出現在一個香港 或者一個台灣的AIS裡面 我們就現在正在跟我們的同事 說了一個判斷 就是犯神你發現 中國電信出現在了一個 跟他們業務沒有任何關係的AIS 基本上我覺得大部分都是有問題的 當然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守護 對吧 就我剛才說的 human table 他覺得是敲錯了 我們也不是沒見過 對吧 但這種情況一般來說 過幾天可能都會消失 但是呢 如果是個長期存在 我們可能會說這是有問題的 我們只是沒有一個最終的 去拿這個用户的這個流量的行為 去做一個蓋棺定論的一個方案 但我覺得 而且你會發現這裡邊還會有新網 對吧 就剛才標了一個新Net 包括裡邊還有一個 這個遼寧鐵通 對吧 這都是我們在中國大陸 比較能常見的一些運營商的這些IP 居然在台灣和香港的這個段裡邊都能出現 我覺得這個從我們的一個經驗裡邊看 這就是一個非常反常的事 那麼 包括下邊還有一個 一個合肥的廣電 就最後那一號 HF CETV 這是一個合肥廣電的一個IP段 那為什麼也會出現在這裡 那我們覺得這裡邊 不是說這裡邊沒有正常的 它是我們說那一類 就是跟一些正常業務在一起 但是這些拿出來 你一拉 就發現這些可能都是一些不正常的 短 看的都很奇怪 因為我們覺得在 實際的運營商裡邊 不會是這個樣子去做的 尤其像運營商級別的這種情況 換到別的裡邊去公告 除了租用以外 是非常罕見的 那這個我覺得可以如果 因為我們在這邊其實可能認識的 這些運營商沒有這麼多 對吧 那我們可能也希望說 大家如果有朋友 或者有條件可以去看看 甚至說你有用戶的訪問的日誌 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有這些IP端的出現 對吧 甚至其實 包括並不限於說 你的這種三杂八道的訪問 包括發郵件 對吧 包括很多的這種行為 都是可以去看的 然後呢還有個問題 現在大家知道說 IPv6其實理論上講在 包括在中國也開始在用 對吧 但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從我們的觀察上講 這個v6其實也不是塊樂圖 因為嚴格上講 v4跟v6沒有本的區別 只是IP變長了 對吧 可以給每個人分配一個專有IP 而不是非得像v724 可以只能是有時候做一個共享的 那麼如果你看這個AAS 57166 你會不覺得它有問題 因為我這個列的是一個 只看了這個AAS v6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瑞士的AS 這個IP端呢 也是個瑞士的 而且是個瑞士公司 對吧 看的都很正常 但是 如果你配上v4的時候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很有意思 29632按我們的一個標準 它就是一個 就是它自己可能不幹壞事 當然會給壞人幫忙 就是說它可能會給別人公告 這個里面29632 我們如果你要看的話 它說有一堆的都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麼為什麼在v4的這個下面能出現 怎麼說 就這個 這個 我們認為的一個有問題的這個 而且瑞士跟烏克蘭跟德國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對吧 我們不認為這裡邊就會有一個 特別多的一個 運算之間的關係 但是 這種情況下 我們覺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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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這個前段 在我們認為很大情況也是有問題的 就算它自己沒幹 它也在下游可能會接其他的 有問題的這些 AS 給別人提供了 怎麼說 流量的幫助 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 雖然別看是個瑞士的公司 對吧 但是 你跟一個有問題的上游在一起 很大情況 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可以 留在後面可以大家去 去更多的這個研究 然後我想 可能再重複一下 剛才那個 所謂的結論 就是 IP 跟AS 很多情況 你其實是你有運算的能力 你是隨意可以公告的 沒有任何限制 如果你又是偷了一個 沒有人用的 那更不會太有人去發現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時候 關心的是 有人用的這個IP段的流量 是不是會被劫持 而且用戶也會跟你反饋 對吧 但是如果一個段沒有人用 你拿來用 因為理論上講 我相信他們也可能會 關心每天的這個 BGP的公告的情況 在那邊找某一段 比如說三個月 四個月都沒有人去用 那他們這個段 就可以他拿來下手 拿來去公告 包括AS也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也天天都會 更新我們自己的這個數據 那我相信 至於說 有運營商能力的人 他們去看路由的數據 也非常 也非常輕鬆 再反正找到這些 沒有被人用的這個段 也是非常容易 甚至他們找的都不是小段 剛才看了四個C 八C的 都是小的 我們看到很多都說 拿一個幣兩個幣 開始結了 這樣的話它的空間 都大很多 一個幣差不多 六百個IP 它能幹的事就多很多 那麼 包括 下面說的 就有些業務在我們看來 它是在一個正常的 AIC裡 公告了一些不正常的 這些IP的前順 那實際上這種情況 就更有 更有迷惑性 因為有時候你不好分 對吧 甚至說你只能在那邊找到 一個有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在 我們的腳上 才能看出來的問題 可能比傳統的 做運營商的人 或者做這個 網絡為運維的事情 看了更多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東西 也希望能夠讓大家 引起更多的這個重視 然後這個可能是我們 當時跟我們的一些 圈子的人去分享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們 他說這個主要是做那種 垃圾的 做垃圾郵件的這種 黑名單的 它裏面有個叫 ASN dupe.tsd 裏面上也是個廢的 就是可能會每天更新 然後給所有的這些 所有的人類說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你的遠鍵或硬鍵裡 當作一個黑名單去用 但我們覺得說 它這邊ASN的一個 黑名單跟我們說的 拜登還不一樣 因為他們可能 從業務上去看 不一定是偷的 也可能真的就是 在發垃圾郵件 但是他們有一個問題是說 裏面會把一個 比如說一個數據中心的 ASN 你比如說台北 有個數據中心 這個數據中心 它這裡有個AS 這個數據中心 可能平時管控 又沒有那麼嚴 比如說他們對於這些 這些托管的人的這些 怎麼說 因為我知道很多的 它會有一些限子 比如說你不能發來的郵件 不能做這個 做這個這個 多個掃描 你不能做很多的事 如果一旦發現 你就要被清出去 但很多數據中心 其實管它沒有這麼嚴 就你來了 只要沒有人投訴 你可以什麼都幹 但是 但是他們有一個問題 就在於說 這個AS的這個 這個黑名單裡邊 它是只要這個 這個數據中心裡 有大量的 這種 怎麼說 違反規則的 就會把這個AS整個拉黑 也就是裡邊 所有的 IP座板都會中槍 那這個就很麻煩 因為你比如說 我有時候 你要想去做一個業務 做個網站 然後在那邊 托管一個域名 對吧 我來去搜郵件 那你就會發現 你搜不到郵件 很大原因可能是因為 你去那些數據中心本身 可能因為管理不嚴 而導致這個結果 而並不是我們說的 拜的AS那種 偷的這種情況 但那邊會有 我們發現比如像 3266 12幾這幾個 這幾個AS裡邊 其實都有 但還有個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是偷的 你理論上講 要比那種 數據中心的 實際的擁有的段 的更新頻率要高 就是如果它 某一天它沒有了 理論上你要把它清掉 否則這個真正的 這個 IP的擁有者 他真的想去做業務 比如說你想把它 再從這個優件列表裡邊 去把它 把它挪出去 其實對 它來說就會很麻煩 因為有時候 就是你 你拉黑 跟你想辦法去到拉黑 其實有時候 這個工作量是不一樣的 對吧 那這個其實對大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 怎麼說 你一定要能夠 如果能夠分得出來 哪些是偷的 哪些是 它是因為管理不嚴 哪些是因為縱容 所導致的這個結果 這個黑名單 其實對大家 可能也是更有用處 但是你只是拿這個用 我們也覺得這可能只是一個 最簡單的辦法 對吧 但是其實還是要更多的 如果能有自己的能力去去分 是更好的 然後這個建議吧 就是說如果說大家自己有這個 這個 就是如果 呃 因為我不知道啊 但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人 會有 比如可能在預音商 或者是有這個AS公告 那實際上呢 我們覺得最簡單的辦法 不是拿前面說的IR啊 拿這個RPKI去做這個保護 因為那個保護都 怎麼說 都不 並不是一個最廣泛的一個 一個企業的方案 因為不是所有的 可能我當時記得看 RPKI大概只有 全球有六萬多個AS 裡面是有公告 可能只有幾千個 是有這些保護的 那些不保護的 其實對你來說 只要有人這麼幹了 你還是會被偷 那我覺得現在最簡單的方案 方案是這樣的 它是尋找那些沒有被公告的 IP去偷 對吧 那你把它公告了不就行了嗎 所以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你把你所有的這些IP AI的情況 先都公告起來 哪怕雖然上面沒有業務 但你要把它公告起來 因為別人看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你上面到底有沒有 只要你有公告了 對他來說這事就不能碰 碰了就會麻煩 那麼包括你的AS 包括這些情況 當然你最後要有一個 要有個monitor 就是你要天天去看 比如說我知道 我的AS是R35 這些IP段 我只會在1236公告 我就可以做一個顧慮器 我的這些IP段 只能在1236公告 一旦出現在別的 比如他們23456 45678 那讓我們看到 就是要給你發個郵件 你要去檢查一下 這是因為什麼 對吧 到底是一個守護 這個不是沒有 確實有 我們天天可能 總是能看到有些守護的 比如他把22敲成1了 但是一般來說 第二天就會去掉 因為它有一個延遲 公告出來想再撤銷 有個延遲 所以這個裡邊有時候 可能要第二天才能看到 它沒有 但是你自己能夠把這個東西 能夠把它公告起來 並做了一個monitor 你自己能夠給自己做一個 怎麼說 就做monitor 你這個事情就會少管到 而且如果 就算有人真的那麼用了 你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你首先 你公告一個更小的段 把那個東西拉回了 把流量可以拉回了 對吧 比如他公告一個22 你可以發四個24 把這個瀏覽拉回來 第二個事就是 你要去找這個AS去投訴 如果投訴這個AS沒有 你可以找到上游投訴 因為按我們知道的 這個預言商的這些規定裡邊 如果這個預言商的下游有問題 這個上游是可以配合 把它的這個列路關掉的 對吧 這個我相信 我相信在所有的規定裡 可能都會有一樣一個前提 對吧 只是有時候大家執行的並不嚴 那麼 呃 這個裡邊可能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其實可能 嗯 怎麼說 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多實操 但是其實可能沒有那麼難 因為大家可能平衡可能 並不太關心 對吧 大家可能說我有十個段 我先用兩個 那八個就先不管了 對吧 我有四個AS 我用了一個那三個我也不管了 上次我們看來 這都是數字資產的一部分 一旦這個被濫用 被拉到黑名單 你要再解除 其實就非常麻煩 所以這個一定要大家注意 因為你一旦出了事 你可能就花的可就不是 像我們說你把它公告 並且monitor 這麼簡單 其實這個東西 可能你寫個幾行腳本 大概你就能做到 可到時候你會發現說 你要是跟別的公司 甚至管理黑名單 甚至黑名單人 他並不知道這個事的時候 你去跟他解釋 我的IPC盜用呢 其實他很大情況 可能並不會相信你的話 對吧 所以這個可能希望大家 能夠注意一下 這個能放嗎 OK OK 那我們的這個 主題部分就完成了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們也可以接受英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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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才提到的這個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頻繁 像這樣子的追蹤 大概是幾個小時變化一次 還是你們追蹤的這個頻率 謝謝 我們從工作的角度上講 應該是每天會做個快照 因為我們怎麼說 其實是能夠做到 你公告我們大概 比如說幾分鐘內就能收得到 但是我們覺得這種公告的變動 對我們工作來說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對吧 因為它確實有那種快速公告 並且撤銷的事兒 也不是沒有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給我們的編輯同事們提供的這個數據 就是每天一個快照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實時的 就是我們自己有個實時的 比如我發現說 比如說我今天按照這個公告 我覺得應該在洛杉磯 但是我在實際Train的時候 發現它不在 甚至比如說它就沒有出我的內網 那從我們可能會去實時的這個數據裏面去看 是不是公告已經撤銷了 上次的情況是有的 對 因為感覺這個異常的偵測 就是我 因為有一些大型的企業是 有自己的S number 那就是我可以 我想要一個服務可以Monitor 我的S number有沒有被Hijack 這樣子 國外原來有一個叫 就是被OpenDNS 被OpenDNS收購的公司 然後這個OpenDNS被4顆搜了 對吧 它之前有個小的業務 就是做這BP的Monitor 大概我記得是一個月25美元吧 那個業務好像還在 它其實幫你事兒就幹嘛 就是做一個規則 我說這個Ib2 只能出現在哪些AS裡面 只要不在 就給你發個郵件 所以這個其實對大家來說 只要你有能拿到數據員 其實你自己那也能做 對吧 好 那 還有問題吧 大概時間上大家還可以在一個問題左右 好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to ask? 如果沒有的話那我來問一個好 就是說如果說一般像我們很多人 自己營運的 就可能自己營運的網站是說 放在比如說AWS GCP 或是Microsoft 也只有上面這種大型的 這種營運商上面 就ISP上面 那可能自己公司內部的內網 也是接一些像中華電信的網路的話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是有什麼可以做的 還是我們就高正無憂 把所有事情丟給中華電信 丟給 Amazon 丟給 Google 這個問題 比如說你剛才說的那幾家 其實都是 都是比較 就是它會 它會專門有 就是 Abuse Team 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因為大家看到比如說Amazon 那它在這個上面 它會去看說 有沒有人會投訴 有人就是說 用Amazon的IP 去發垃圾郵件 那它會有專門人來處理 那如果是公司稍微小一點的話 未必有這個精力來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這種 生育比較好的這種provider 比較好一點 好 那謝謝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 再次謝謝高順輝與郭宇的 帶來的精采演講 謝謝